永久非军事区陈情书内容主要陈述金门经历战争磨难 深刻了解和平珍贵 金门人不愿见到两岸战事历史重演 陈情书表示 此举将是两岸之间信心建立的最重要象征于里程碑 可进一步稳定台海局势 减轻军事安全顾虑 也符合台湾民众期盼和平的终极目标 陈情书呼吁民进党当局 以开放金门 授权金门 重新定位金门为开始 掌握两岸开放交流的历史契机 连结与厦门 海溪发展的机会 推动夏京跨海大桥兴建 建构夏京经济生活圈 希望它能够有正面的回应 希望能够支持金门乡亲这样的一个诉求 以及心愿 来落实金门成为一个两岸和平交流的一个平台